这个工具呢,它设计的时候是为了6毫米到5毫米到4毫米的绳子使用的 但是呢,如果遇到这种细的绳子和扁的绳子的时候呢,它有时候不一定好使,会打滑 像这样的小鼓,而且呢,小鼓的这个很短,它这个空间也许就不太够 那怎么办呢?我们在这个设计的这个工具的怎么办呢? 我们在设计这个工具的时候,还有另外一个功能,就是我们还可以安装一个小号的 小号的,你看看啊,好,我们用那六角螺栓把这个螺丝打开 好,大家看到,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小孔,这个小孔就是装这个,这个用的 好,那里边呢,有一个顶丝,它是为了防止这个来回动的,所以这个顶丝也是很重要的,轻轻的把它卸下来 好,好,现在我们可以 这个不要用太大的力量,轻轻拧一下就可以了 对,然后呢,然后呢,剩下这个顶丝呢,要装到前面那个 以防它的那个头来回晃 好,轻轻拧,不用太时间了 好了,这个安装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上这些小谷的时候,它的空间就足够的大 然后呢,而且它在上细声的时候,它也不会脱扣啊,这些问题出现了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有了大的,大的这个头 我们想再加一个小头的话 然后也可以联系我 然后,购买 好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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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